字幕志愿者 李錦鴻 李錦鴻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論人生 是香港好特殊打風的月份 不過原來真正十月是一個充滿了 是紅色浪漫的婚姻月份 原來在這個十月初 有三位在娛樂圈都頗具分量的香港女星 又分別在外地和非本地人去結婚 當然都成了是娛樂新聞的頭條 但同時都成了一個社會現象 有一個好特殊的解讀 低深的女星都是出逐了一段時間 亦都在不同的遺頻當中 有一定的所謂的江湖地位 或者甚至去到一個巨星級的地位 論他們的財富、論他們的能力、名氣 都是響當當 正因如此是不容易在香港找到合而的對象 他們不同的是初出的女星 想著可以嫁入豪門飛上枝頭 他們本身已經在枝頭生活 本身已經足以過得非常舒適的生活 他們尋求是一個可以學父終身的伴侶 可以一個真正可以帶給他們下半生幸福的愛情生活 所以他們選擇就是外國人 當然我不懂得也沒有必要去評價他們的選擇是否正確 但值得是關注就是 那些所謂的中女甚至有個新興名詞叫成女 那麼好條件的香港女生 何以要下架外國人呢 或者背後反應就是香港的男士就要爭氣了 事實上有關現象近年來在香港 也都是越來越是拉得很遠 少就是香港的女性 我們從在大學的所謂的招生入學率 在社會上各方面的表現 其實很多女性真的超越了男性 因此過去那種男主外女主內 或者男人賺錢一定多過女人 男人是顧家的情況 其實已經完全某種了 再加上如果有些女性 在個別的行業 個別的職位當中 可能是出類拔稅的 可能很有相當的成就 就更加難找到合避的對象 但另一方面香港男性 由於是缺乏這個所謂摘偶的競爭 於是年紀大了 慢慢想找頭家 或者像北上去尋偶 於是出現了很多的中港婚姻 跨文化婚姻 甚至老夫少妻的情況 強烈對比其實反出整個香港的婚姻家庭狀況 已經是起了一個好革命性的變化 一個簡單的數字 香港大概每年是有五萬人結婚的 那你發覺在五萬宗的婚姻的紀錄當中 即其中差不多有三成 是屬於不是第一次結婚的 又有差不多這樣的比例 是屬於一些跨境 或者其中一方不是香港人的 你將這些圖畫數字稍微去聯想一下 就發覺今天香港整個的婚姻狀況 所組成家庭狀況 和傳統已經有很大分別 或者說回來 在教會有關情況 其實比外頭更加嚴重 教會一直都是陰性陽衰 姊妹較多 弟兄較少 於是乎 一些可能是教育水平高 或者靈命又好 各方面條件好的姊妹 其實真是好教會 是找不到適當的對象 於是 時間過去 歲月初陀 過了適婚年齡 就變成了真真正正的 教會成女 當然 教會的生活 或者信仰生活 令到他們不會將婚姻家庭 是放在人生唯一的優次 他仍然可以是 浪於事奉 而在社會上是有好的建設 但畢竟 如果年紀大了 沒有家庭 當中也有很大的失落感 所以我覺得 教會面對這個所謂 陰性陽衰的現象 面對越來越多姊妹 是越來越聰明 在教會圈子找不到像 對象如何是好呢 我覺得這件事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首先 教會不應該是 再做一些教條式 界命式 信與不信波 同乎一握 一個很簡單的 律例式去壓下去 反而是多一些 從這個婚姻 愛情方面 有更多 情感的教育 並且容量個人 有較大的思考的空間 不要覺得這個是教條 而是你可以做一個更加好的選擇 第一就是 教會的活動 通常比較是 封閉性 內向性 都逼著一些熱心會友 其實是沒有什麼時間 去接觸外面社會 沒有時間在外面認識更多朋友 於是 識來識來都教會那個小圈子 所以要打破 教會小圈子 內向式的教會聚會部式 容量會友 是有更多機會 被接觸不同的階層的人 甚至說是不同教會的 弟兄姊妹 第三 其實個別的教育同工 有時都可以 有意無意之間 做一些紅樑角色的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 某些弟兄 某些姊妹 其實很適合條件 是可以有少少嘗試發展 牧師 師母 應該是製造一些機會 去串合一些 教會的成員 當然 背後是需要很多的祈禱 好 那邊 調教會 驚來 你 說 你 我覺得 很難 記錄 我 我 看 我